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佛玺刚出家时领到僧福 觉得很新鲜好奇 尤其是裤子 裤脚管特别宽大 心想 哟 出家人竟然还穿喇叭裤哦 原来这也是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 但是各位一定看不到 因为还要穿上僧袜 也就是长筒的布袜 最后还要用布的缠绳或松紧带 将裤脚管扎紧 也就是打绑腿或叫做打裤脚 这对新手或小腿比较粗的人来说 真的是一大考验 因为如何把宽大的裤管塞进僧袜 不能有一大坨 而要平整装严 确实需要好好练习 所以有厂商开发出免绑腿的僧裤 或是不用打绑腿的僧袜 但佛喜最赞叹的还是少林武僧 因为他们用缠绳打的绑腿 不仅整齐美观 更重要的是不会松脱 据说他们练武打绑腿不是作秀 而是为了预防下肢静脉曲张 接着介绍僧人所穿的僧鞋 第一种是盲鞋 也就是用草类编织而成的鞋子 随着时代进化 草编僧鞋已经少有人穿 也不多见 第二种是罗汉鞋 根据文献记载 清朝时 佛寺的罗汉塑像 便是穿罗汉鞋 它是用布料制成 鞋面上有三片布条 缝制牢固 而鞋子两旁 各有三个方孔 所以一只僧鞋 总共有六个孔 或说有六个洞 所代表的意义 却有多重 第一空虚破洞 是六法界 也就是不赢 不盗 不杀 不妄语 不饮酒 不非实实 第二是六正行 就是读诵 观察 礼拜 称明 赞叹 共样 以及第三是六度的六波罗蜜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出家人 出家人每天穿鞋时要低头看得破 低头是千诚有理 看得破 是要看破 眼耳鼻舌身翼六根 是要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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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声香味处法 六尘 以及 参破六道轮回 看破 贪 贪 食 第二是要看破 六大烦恼 甚至也要看破 人生的短暗 以及 人生的渺小 您可以想象 小小一只僧鞋竟然有这么多的含义 出家僧人穿鞋的智慧 不仅要低下头 更要看得破 由于罗汉鞋有这么多的洞 又是布料做成 如果下雨天穿出去 走不到几步就湿了 连带僧袜也是湿淋淋的 除了罗汉鞋外 有时也会看到僧人穿的是 用稍厚的布料做成 鞋面中间有硬梁 但整只鞋没有孔洞 与一般在家人的休闲鞋有些类似 僧鞋的颜色 也是以灰、黑、褐色与黄色为主 最后要提醒各位 如果不是出家人 是不可以穿僧服僧鞋的 佛陀曾经开始说 在家弟子为了增长道心 这是正确的 但不是由外表形象的揣摩而得 在家人不可模仿穿出家人的衣服 或穿僧鞋或背僧带等等 如果是光头居士 也要将衣领翻到海清外面 以免混淆视听 破坏僧俗体制 令人难以分别 士僧或士俗 这种过失 是有入佛门的 不可不知 南无阿弥陀佛